这个视频里,我来跟你讲讲捆绑法和插控法综合在一起的问题 比如ABCDEF这六个人占成一排 其中A和B要相邻,C和D不能相邻 问你有多少种不同的排列方法呢 在这里A和B要相邻,那咱就用捆绑法把它俩捆起来即可 而C和D不能相邻,那咱就用插控法 让它俩先哪篮后哪待着去,先把剩下的人排列再说 由于把它俩捆在了一起,那咱就把它当成一个人好了 现在就有1,2,3,共3个人要排顺序,就有A33种方法 站好之后,产生了4个空,那咱就可以把它俩放进来了 因此4个空排两人,就有A42种方法 哎,还没完,别忘了这俩人还捆着呢 把它俩松开,那它俩之间也有顺序,即A22种 最后把这仨排列数整起来,算一算,结果就是144,搞定 在这里,相邻用捆绑,不相邻用插控 那咱就按题目要求,先把必须在一起的捆起来 和其他人先排一下,然后把它俩扔进排好的空里即可 不过,你可别忘了还得给它俩松个绑呢 嘿嘿,是不是很简单呀 那咱就再来看个例子好了 现在有6个座位连成一排,来了3人就做 问你,其中恰有两个空座位相邻的做法有多少种呢 这里说,恰有俩座位相邻 那也就是说,在这3人做好之后 这剩余的三个座位里只能有俩挨着的 那咱就把它俩捆起来 这样就一定能保证有俩挨着的了 而最后这个座位一定不能和它俩挨着 要不然就变成三个空座相邻了 所以咱得用插控法才行 先把这俩玩意放一边 给这三个人排一排 有A33种方法 排好了之后产生了4个空 接下来咱把这俩玩意有顺序的插进这4个空里 就有A42种方法 最后别忘了给它俩松个网 不难看出,这俩座位一模一样 就算松开之后也是只有一种排列方式的 因此答案就还是这个 把它俩相成 结果就是72种不同的方法说了 搞定 好了,就讲这么多,总结一下 对于这类既有捆绑也有插控的题目 那咱就先捆绑再插控即可 最后别忘了把捆上的松松绑 如果它俩之间没区别 那就无所谓了 而如果有区别的话 那就再乘上它俩之间的排列数即可 怎么样,听懂了吧 赶紧动手试试吧 乱动手试EM 并展霖